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白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驅蟲子 驅蟲子 英文是Sena Maritima Sena Maritima 驅蟲子 即是顧名思義 這個是一種驅蟲藥來的 Worm Seeds 一種驅蟲的植物來的 我們大家都聽過 有一種很出名的驅蟲藥 叫Santone San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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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 鑼原 都是這隻驅蟲子裡的 提煉出來的Santone 即是Santone Santone 好 那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好用的驅蟲藥來的 無論它的症狀是因為 或是蝴蟲或其他什麼蟲都好 或者是腺蟲都好 這個療劑其實都適合用的 通常的症狀方面 例如你會發現一些沈蚊仔 很怕那些人是跟牠梳頭 或者幫牠擦頭 因為牠頭皮很敏感 通常驅蟲子這個症狀 可以這樣說 是深深都很敏感 小小東西刺激到牠 牠就會反覆無常 很固執 不想別人擁抱 你不想你摸摸牠 摸牠都不喜歡 因為牠的表皮特別敏感 不喜歡別人去觸摸牠 或者輕微的觸摸 都會導致牠一個很大的反應 好 那山蟲子的沈蚊仔 山蟲的症狀 就包括 牠睡覺的睡姿很有趣 牠是會跪在那裡睡的 即是不只是趴平睡 是睡在你的手 和膝蓋 就好像可以這樣說 一種跪在你的姿勢 來到睡覺 那 還有很多症狀 都是當牠打哭露的時候 牠就會有些特別的症狀出現 體質方面 山蟲子的病人 通常都是很餓的 吃亦都不飽 山蟲的沈蚊仔 通常都會這樣 是容易生氣 很醜惡的 但是牠不舒服 就很喜歡你搖框牠 即是不是就這樣抱著牠 輕輕搖 要很大力地搖牠才行 這是一個很常用的主要的 山蟲子的療劑 通常牠可能會大 也會肥 通常牠就是 有很多的山蟲的跡象 一般山蟲的跡象 你要看到 山蟲子很喜歡 就是畫鼻孔 磨牙 咬的指甲 當然是肝門痕癢 這種磨牙 刮鼻孔 這些其實是很厲害的 牠會直接 畫鼻孔 畫到鼻孔出血 或者牠撕了嘴唇 撕到牠出血 就是牠是忍不住的 看牙磨得很嚴重的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牠們咬手指甲 咬到整個指甲沒有了 我曾經遇過兩個病人 大人 一個都三十多歲的男士 一個騎警 當時我發現 牠是沒有辦法 忍不住咬指甲 你看牠的手指 差不多 指甲完全沒有了 十隻手指 沒有了指甲 即牠會咬咬咬咬咬咬 到完全指甲沒有了 另外一位是十幾歲的 一個大大隻隻的男士 這個都是我 當時在加拿大遇到兩個病人 我當時給牠的驅蟲藥 很快便停止咬指甲 即牠停止咬指甲 還有一個年輕人 十幾歲的年輕人 然後牠沒多久 牠的肝門有些蟲爬出來 當時牠的媽媽就跟我說 原來牠的兒子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生蟲 其實那個問題是相連的 因為蟲在牠的身體裡 在牠的腸裡刺激牠 那種反射作用 令牠拼命咬指甲 咬到牠的指甲 咬到牠的指甲完全沒有了 兩個病人都是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有些人很敏症 有些人像是吵牠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以考慮想想 你可不可能是一個生蟲的跡象 很多時候 這些人遇到這些症狀 可能是情緒方面 過度活躍 很多其他情緒的問題 令到牠們看精神科醫生 心理醫生 其實簡單 只不過是那些蟲 在牠的腸裡吵牠 吵牠 吵牠身體出現這些不同的反應 可以說是一種反射 另外一個症狀 就是那種口氣 那些山蟲的人 小朋友的口氣 通常有一種臭的口氣 但那種臭味 很有趣 又不是說肉臭、腐臭 差不多是介乎腐爛的肉臭 和腐爛的薯仔那種臭味 你會看到這種病病的口氣 另外一個症狀 你會看到 牠們通常在嘴邊 橫軟嘴邊 有一條白色的 白色淺了色的 一條痕 在那裡 還有 眼上有很多爛眼圈 這些都是一種山蟲的跡象 可能這些都是因為吸收問題 因為山蟲 還有一個 就是當牠們吐舌的時候 牠們的糞便是很臭的 極度臭的 在這種情況下 牠們是很害怕的 還有 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 牠們的手指、帶子 是咀手指、咬手指 咬到 起了一個很大的浸 除了我剛才說 咬手指甲 有時候牠們會咬手指 咬到整個浸 或者是咀手指 咬到整個浸 厚厚的夾走出來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 蟲的跡象 通常呢 如果你發現 那個人 就是 玩的 拿手指 來 挖 耳朵 通常呢 耳朵裏面 痕 感覺就是這樣 如果牠是一種敏感 我們那個洋蔥 Alium Sipper 就是一個療劑 如果這個症狀 是一種反射的症狀 我們的療劑 就應該是驅蟲子 好了 還有一個情況 可以認得著 就是 沈蚊仔的尿床 通常那些尿 也是很臭的 沈蚊仔很容易 會有山蟲 因為牠平時 可能吃東西 什麼都擠進口 玩泥沙 之類 這些情況 就會出現 沈蚊仔 會出現那個尿床 即牠突然之間 覺得那個膀胱 刺激得很不舒服 那牠會突然之間 就賴尿 OK 好了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 晚上一刻特別餓 晚上醒了之後 牠特別要吃東西 當然 可能吃也不肥 那 這個都是一個 一個山蟲 如果有時候 你去幫牠化驗一下 可能去 用糞便去化驗 你未必看得到 有些 蟲 有時候 那種蟲的跡象 不是那麼容易化驗出來 但是跟牠療化 沒有什麼所謂 總之你的症型 是配合得到 你用的療劑 就幫助牠 這樣就可以了 就不用一定說 要驗到那些 化驗 驗到那些 真的有寄生蟲 其實寄生蟲 是很普遍 很普遍 很多人都有的 但當然 很多人 就不會怎麼影響 寄生蟲在身裏 他自己跟牠 共存 就不會怎麼影響 那個宿主 還有一種症狀 你看到 那個眼睛 或者眼皮 是跳動 一種 TWITCHING 一種 眼角抽動 眼睛 或者眼睛 或者那個眼睛 是出現 那個 那個 邪士 或者 我們叫做 Lazy Eye 冷凍牙區邪士 通常這種情況 我們會想到 兩個療劑 其中一種就是 雲香 Router 雲香 通常是因為 控制眼的動作 那些筋 那些肌肉 是出現問題 所以雲香 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但是 驅蟲子 是用在一些 用在 他加上有些其他的 磨牙 可能那個眼眉條 抽搐 眼皮抽搐 這種情況 出現的 豆雞眼 或者邪士 你可以考慮 這個 驅蟲子 一個很好的療劑 好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 咳 有些人 就是 經常都咳咳咳 乾咳 又八日咳 但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你想得到 可見得到 看不到什麼特別的原因 這個很可能 都是那些 山蟲 那些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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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在精神狀態方面 驅蟲子 鮮 那些咳咳 那些咳咳 通常都是很敏陣 很醜惡 很敏陣 加上 很多 我會叫做 山蟲 口氣 那樣 我遇到這些情況 會想到另外一個療劑 就是 那個 羊金谷 那樣 你會發現 你用了羊金谷 對個小朋友那種 肚痛、搞肚痛 或者那些 那些臭 那些 糞便 只是舒緩一下 但沒有好好的 幫助得到 但他有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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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覆不 安 這些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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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這樣的症狀 你就可以 試過那個 羊金谷 不可以 就可以試一下 驅蟲子 所以 很多時候 我遇到一些 新蚊仔 是很 過度匯藥的 又很憤怒 很多驚恐 很固執的 那通常 那些 一般的 處理 可能會帶他 給他吃那些 Retaline 這些 過度匯藥的藥 那 其實 我們不需要 一定用這個 不需要用那些 蜥藥去處理 可能 幾劑 和療劑 的療劑 就可以幫助得到 這些問題 OK 所以 Cena 這個驅蟲子 是非常之好好用的 那 遇到這些 精神狀態 那些症狀 譬如 過度匯藥 我們會用那個療劑 份量比較高 也可以 30-200C 都可以 好了 驅蟲子 還有一個症狀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那個 噩夢 發噩夢 那 有時候 用了很多療劑 都搞來搞 都搞不定 你可以考慮 這個先 這個療劑 有時候 你看到病歷 例如有個人 出去旅遊 去到印度 或者墨西哥回來 跟著他曾經 就出現過 肚死 那樣 還有 就可能 就自此之後 就成為很累 還有 有些 所謂那個 就是 吃也都不飽 又不餓得 這些 血糖低的症狀 那這個情況 都可以考慮 用這個 驅蟲子 Cena 這個很好的療劑 好了 那 剛才除了那個 咳 反射性的咳 那 之外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 沈蟲子 就是發高燒 即他這種高燒 是周期性的發高燒 不知為什麼 加上 如果你還看到 其他山蟲的跡象 那你想想 可以用這個 驅蟲子 一個很好的療劑 那當然 驅蟲子的其他的症狀 他就很喜歡吃甜食 胃口狂好 那 那 吃也不飽 那 這種情況 沈蟲子 又加上這些 無緣無故的 發燒 周期性的發燒 你可以考慮一下 用這個療劑 好了 還有一種情況 你都可能看到 驅蟲子的跡象 就是有時候 他們有出現一種 腳那裡 是不斷地動動 不停地動 有時候左腳是不停地動的 那 加上你看到 咦 又有黑眼圈 藍眼圈 這些 那這種情況 我們 可以考慮這個療劑 有時候覺得 為何這麼怪 它不停的 腳不能停 手腳不能停 那其實 尤其是 深蚊仔 那 記住 那個鮮 那是非常之好的療劑 好了 狀狀的情況 這個情況 我們發現 我們叫做 腦膜刺激 Meningo Irritation 腦膜刺激 那它的症狀 它就會常常 將頭 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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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枕頭那裡摸摸 它睡在睡覺 就睡在手上 睡在膝頭那裡 蹲在那裡睡 頭就是塞到枕頭 慢慢轉下去 那這個情況 都是一個 腦膜刺激 導致這樣的症狀 好了 驅蟲子是一個 很好用的療劑 希望大家可以 學以致用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 銅類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銅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 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 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